大家好,欢迎大家学习LINY的SHELL编程与实践 今天我们学习第四阶段SHELL脚笔的综合实践部分 然后这节主要讲SHELL编程与PHP脚笔语言的组合 来完成这样一个案例 完成通过Web服务监控服务器的资源使用情况 这样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的功能是什么呢 就是使用SHELL程序与PHP的组合 完成基于Web服务的服务器资源监控 什么叫基于Web服务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通过浏览器 来访问某一台服务器的Web服务 来监控某一台服务资源 这个资源包括哪些呢 比如说服务器的CPU资源 内存资源 复杂资源 还有一些登录日志等等 然后这个案例的重点有难点的大家需要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SHELL与PHP编写过程中要注意如何嫁接 这两个程序这两种语言是有自己独裂的特点 我们如何将这两种语言 乍接在一起来完成我们的系统管理功能 大家去这个地方需要注意一下 然后第二个是写好干案例 写好干案例中涉及到每一个SHELL程序 因为我们要监控的资源是有多种 比如说CPU资源内存资源 还有复杂资源 以及登录日志这些资源 这样每种资源的监控 都是涉及到一个独立的SHELL程序 所以说我们要将每个SHELL程序都要写好 第三个就是PHP中 EXEC函数的作用 如何调用这个SHELL程序脚本 这是一个难点 大家需要认识消化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具体的脚本 资源的监控方式 首先我们看一下如何监控内存资源 我们看一下 内存资源的脚本 首先第一步是编写脚本 这个脚本文件是叫memo 下关键右转的JSH 我们看一下脚本 这个脚本很简单 就是输出内存的使用情况 然后单位是M 就是照 用这样一个命令 叫phrey-m 这个命令结果输出到 这个临时文件里面去 然后打开这个临时文件就行了 好 我们执行脚本看一下 在这里面 执行SHmemo小型u.sh 输出单位为M 因为我们使用了phrey-m命令 对不对 phrey-m 就是以照为单位显示 这个内存的使用情况 好 第一点是物理内存 第二点是虚拟内存 以他们的身边使用情况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物理内存 使用了4637兆 然后这个交换内存 使用了0 对不对 没使用 就这个意思 好 然后呢 第三个是 我们需要 这个脚本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第一个是 这个内存 它是以兆为单位显示 以M为单位显示 第二个是内存的使用是分为交换内存和物理内存的 我们如何判断这个服务器它到底内存资源足不足 首先需要关注一下它的物理内存和交换内存的使用情况 然后第三个是了解内存不足的时候是如何表现的 是如何表现的 我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知道这个服务器资源 内存资源是首先使用物理内存 对不对 只有当物理内存不足的时候 它会使用交换内存 如果说这个服务器的交换内存 在一直在平凡的占用的情况下 说明这个服务器的内存是不足的 我们需要对这个内存进行升级 好 这个内存监控 我们就讲完了 下面讲一下负载监控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脚本 负载监控是脚本名 第一边是脚本 脚本名叫load下估计use.sh 看一下 getload下估计use.sh 好 首先输出它的资源的使用 然后又达不定命令 将当前的系统的负载 输出到这个文件里面去 然后再显示这个文件 这就是这个脚本的功能 很简单 好 我们运行这个脚本 叫shload的这个脚本 然后它会输出这么的一条信息 重点关注load average后面的三部分 这三部分是我们真正核心的 要关注的内容 好 脚本的注意地方 我们去看一下 第一个 首先了解服务器的负载 是什么含义 这个概念里 大家一定要掌握清楚 我帮大家说一下 这三段都是系统的平均负载 分别是一分钟 还有五分钟 还有十五分钟内的系统平均负载 什么叫平均负载 就是说 在特定时间间隔内 系统运行度界中的平均进程数 平均进程度各数 这不是平均进程数 叫数目 然后第二个 就是负载输出这个三段信息的含义是什么 刚才也讲了 比如说路在位置0.05 0.03 0.01 这三段是什么意思 第一段表示一分钟内的平均负载 第二段表示五分钟内的平均负载 第三段表示十五分钟内的平均负载 这必须要掌握 然后通过负载 第三个是通过负载 如果看出系统资源不足 这个值 当然 就是我们这个 应该从这个理论上来一想的话 比如说这个值数字 它越写越好 对不对 数字越高的话 说明这个服务器的负载越大 对不对 然后这种情况下 也有可能就是服务器出现繁忙的一种信号 一般这个值在1以内表示性能比较好 当然你控制0.7之内是最好的 那如果超过1 表示这个系统 系统管理员必须要进行关注了 因为超过1的时候 这个系统资源 系统的负载是稍微有点大的 如果说这个值超过3 超过3了 那表示这个服务器非常忙碌 这个地方 这时候就需要大家特别关注 是否有必要再升级硬件 或者是查看 当前系统某一个进程 这样的资源特别多 需要诊断一下了 好 这个负载监控就讲完了 然后讲一下这个对CPU资源的监控 我们看一下标本 首先第一个是变形标本 标本名叫CPUload.sh 我们看一下 看CPUload 看这脚本 定义这个采样的间隔 采样的次数叫5次 是指纹件 两个是指纹件 然后呢 用这样 VM1 空格1 就是一秒钟输出一次 总共输出5次 将这个结果输出到指纹纹里面去 好 清空这个是指纹件 对不对 然后定义这个 这个总的 进种的CPU使用 就修合 这个修合的这个值 是成为0 是初始化成为是 然后呢 运行完这个结果之后呢 我们通过YR的循环 来读取这个指纹件 然后呢 统计出来 CPU的空险情况 这5次的CPU的空险情况 空险情况 这空险情况 就是说这个 得到这个总的空险值 对不对 那我们就相当于得到 5次的总的空险值 是多少 然后呢 我们通过这个总的空险值 来计算出 获得CPU的空险的平均值 这个平均值是什么 就是说 那么100减去 减去这个平均值 对不对 减去平均值 那么就获得到它的使用值 对不对 好 然后 获得这个值之后啊 是不是就得到这个平均的使用率啊 对不对 获得平均使用率之后 是我们就得到这个 在5秒钟之内 这个服务区的 使用情况 在CPU的使用情况 对不对 好 我们直接在这个教委看一下啊 叫load cpu load.jsh 5秒钟啊 这是不输入日子 我们首先看一下啊 我这个名字看一下 叫cat tmp的cpu tmp 那是不是获得5次采样之后 这CPU平均使用率有1% 好 就这里面的1% 好 然后cpu的采样 我们就讲完了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说 如何通过这个cpu的使用情况 看出系统资源 是不是处于不足的状态 在系统管理里面 我们我们把这个cpu的使用情况 比如说cpu使用 使用率 在50%以上 我们就定义为 这个服务器啊 就不要 就不要再增加 其他应用了 就不要再跑其他的服务了 你如果再跑的话 你的服务机会的资源 可能就出现不足了 好 然后这个对服务器的资源监控 我们就讲完了 服务器的这个cpu的监控 我们讲完了 然后我们下面讲一下这个 如何监控磁盘空间的使用率 同样也是脚本 我们看一下 这写错了 这地方是监控磁盘的使用率 这脚本是这样的 脚本名叫 disc下方向右手的dsh 我们看一下脚本 其实监控的原理是这样 很简单 大家抽一些原理 比如说这么多分析名 是不是 有根分区 有布的分区 有data分区 是不是 就是我们这个监控这个分区的最高使用情况 就是我们说 就是我们要把这里面最高的这个值 给它挑出来 比如这里面值25% 那么这个根分区 它的使用率情况是最大的 所以说我们就监控 到底是哪个分区 它占有的资源是最大的 就把这个分区找出来 就是这个程序的完成的功能 好 看一下脚本 也是数字化 数字化这个参数 就是最大的这个分区的使用率 一定是0 将这个临时文件 给它追加成空 然后通过df-nh命令 好 或是每个行的输入 然后呢 这一大串的 这一大串的这个脚本 它的功能干什么呢 给大家讲一下 好 这句话 主要获得的就是分区的这个使用率 或者是或者是分区的使用率 然后呢 我们每获得一次分区的使用率 就会与最高的分区使用率 做一个对比 如果说你现在的分区使用率 与最高的之前的分区使用率 是大于等于的关系 那么我们将这个最高的分区使用率 这个变量给它替换成 当前的这个分区的使用率 同时呢 将这个最大的分区名 给它改成当前的这个分区名 通过这样一个循环 最后得到的就是 得到的就是最大的这个分区 使用率最大的这个分区 然后呢 还有这个分区 它的当前的最大使用率是多少 是不是就获得到了 然后最后再显示 显示这个分区的这个分区 还有它的分区的使用率 我们看一下脚本 这个pisc又简单 是不是很快就显得出来了 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分区 是使用最高的 好 我现在这个讲例 城市脚本的话 就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通过tf来命令来查看 然后呢 查一下脚本 sh 后面跟这个脚本的名字 就找到了这个当前 到底是哪个分区 占着这个使用率最高 比如说这里面有个opt分区 它的使用率50% 那么运行这个脚本的时候 它的结果是多少 是不是就是opt-opt 然后冒号50 对不对 好 好 这脚本讲完了 然后下面就要讲一下脚本的注意的地方 好 脚本注意的地方是这样的 看一下 为什么要从第二行 它开始比较 看一下脚本 脚本是不是 这里面有一个 看一下吧 为什么从第二行 它开始比较 我们看一下 是df-h 是不是 因为啊 它第一行显示的是这个描述信息 对不对 它没有真正的分区描述 它只是一些文字信息 所以说我们要从第二行才开始比较 第二行才涉及到真正的数字 是不是 这是原因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注意 YREDLINE的用法 因为我们使用的循环 这个DF-H 是那循环 作为循环的结果 作为输入 将这个分区的这个循环 作为输入 因为分区是多个分区嘛 就是说每个分区 每一行 作为一个输入 然后 然后 再计算 好 然后注意AWK的用法 这里面我们看一下 AWK AWK在这个 在SHIRE里面是一个非常 它也算是SHIRE脚本上的一部分 它也算一个 一个小的分支 我们需要 有时间的话 我们需要多关注一下 这个AWK的一些 长的小的小的一个用法 还是蛮 还是蛮 蛮很好用的 还是很好用的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脚本里面 用到的AWK的使用方法 第一个是 AWK的这个 这个 这个 NF 这是什么意思 不是这样的 我们先讲 先讲这个吧 叫AQ$LINE AWK 然后普通的$F 这个$NF 表示输出最后一个字段内容 最后一个字段内容 这个大家需要再一下 最后一个字段内容 最后一个字段内容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我说这样一行 这样一行 BOOT 然后呢 AWK 然后 Print $NF 那么它输出什么呢 就是说最后一行 最后一个以空格格开的最后一个的段 就是杠布的看一下 是不是杠布的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用法 叫定义变量 这个定义变量 因为AWK我们需要传递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值是怎么定义 怎么传递的呢 看一下 比如说我这样定义一个 临时变量 这个变量叫 等于3 然后输出这个行 这行有多个字段 对不对 然后呢 A-V 表示将这个变量 传递给 这个变量 再将这个变量的值 传递给 传递给 AWK里面的内置变量 叫DCU.% 这个变量 然后呢 我们再输出 这个 这个变量的值 对应了这个变量的值 这就是 这个比较复杂 这就是它的用法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比如说 这样一件 然后我们 trueline 另一把 line 叫女 这行 不是这行 然后呢 我们输出这个 这行 输出这个 用这个命令来输出 把缩 少一个货 少一个引号 好 第三段的用 对不对 因果在我们进入 变量是3 那么相当于是 双双输出道了3 对不对 双双输出道了3 扔道3是D级 D级 用空格革开的D级 那个 第三 第三段 这是第一段 这是第二段 这是第三段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取某一段位置的具体值 就到了1 很简单 这个就更简单了 看一下 比如说 输出一下 到了1 就是到了1 什么叫到了1 到了1就是以空格 如果说你不定义这个分格符的话 就默认是以空格格看 到了1表示的是第一列 那么到了2呢 就表示第二列 到了3呢 就是第三列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 好 这个是在讲这个私盘监控的时候呢 顺便给大家讲一下 EWK的使用方法 那就有时间的话 一定要到这个 到互联网上去查看一下 EWK的这个使用帮助 对我们边下脚本 也是蛮有帮助的 好 然后最后呢 我们这个写完这些脚本呢 写完这些分析的脚本之后 我们将这个写这个动画脚本 这动画我们看一下 就是编写PHP程序 发布的 发布的外部服务 好 我们看一下 然后 编写PHP程序 这个程序名叫什么呢 叫monid.php 我一会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monid.php程序 然后我们停车调试这个脚本 这个脚本的路径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个服务器的webroot 就是web的根路径 是哪里 叫3.5 挂3.6 webroot 这个路径 我进去 然后呢 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monid.php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场 我们看一下啊 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php程序 叫什么路径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目录 下面的这个php程序 就是我们当天目录 这个目录上面的这个程序 然后呢 脚本呢 放在这个目录下面 叫screve的目录 看一下啊 这里面定义了 我们所有的监控脚本 比如说我们想监控 其他的资源的话 这服务器的其他资源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 继续写脚本 好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php程序 怎么写的 要了解一下 这个php程序 是怎么调用的 好 下面 前面是一个 html语言 不说了 php程序 好 以问号打头 php 然后以问号结尾 以问号结尾 这是一个完整的php的 一个开始和结束 这是写法 好 然后呢 我定义这样一个 服务器的一个 ip地址 叫这个名字 然后呢 这个定义的 这个脚本的录音 叫点斜 直接关下script 然后日制文件叫tmp 下面我获得 首先是获得内存的使用情况 用这个命令来执行 这是一个 这还没开始执行 这是一个 自复串 并一个自复串 变量 然后下面我是执行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脚本 上面是执行这个脚本 上面是执行这个脚本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好 执行完这个脚本之后呢 然后我们 定义这样一个 一个日制文件 因为这个执行完 结尾之后 会将这个 这个日制输出到这个目录下面 目录下面 然后我们获得这个 用fopen来获得这个 来打开这个文件 以指数方式打开这个文件 然后呢 输出 这个日制文件的每一行 一直到输出行的结尾 表示说 我们将内存的原来打印出来了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获得负载使用 是怎么 怎么调用的 原理是一样的 都是通过excc 来调用 负载的脚本 执行 然后再打印 负载的日制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 CPU的使用情况 或怎么如何 获得CPU的使用情况 也是一样的 看一下这个脚本 变量 对不对 变量 进展一个伺服器 进展一个伺服器变量 然后呢 叫一用 获得CPU 探测的这个脚本 然后呢 CPU临时文件 然后呢 打开文件 以制度方式打开文件 然后输出文件中的所有行 CPU这个是文件的所有行 然后最后呢 是获得 私盘工具的使用情况 这是这样 定义这样一个伺服器叛 然后呢 执行这个 执行这样一个脚本 执行这样一个程序 以excc函数 调用 调用适用脚本程序 然后呢 打开这个日子文件 然后输出 这个日子文件的所有行 好 这个PSP平均就讲完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脚本运行情况 是什么样子的 讲了这么多脚本 然后还讲了这个PSP脚本 既讲了摄像脚本 又讲了PSP脚本 我们最后看一下 我们到底这个监控程序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看一下啊 然后我们发布这个路径之后啊 这个地方需要 大家需要详细的 需要必须要掌握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说 我们这个PSP程序 必须要发布到 我的网站的根目标下面 能够让我的 能够用网页 能够用这个URL 能够访问到 这样的话我才能调用这个PSP程序 从而能访问我们的脚本程序 好 假如你放对的的话 你运行这样一个东西 这样一个URL 运行这样一个PSP程序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服务器的资源 它使用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比如说内存使用状态 它打印出来了 比如说它总内存有多少 它使用了多少 然后剩有多少 比如说它的物理内存 它的交换内存 对不对 然后它的负载状态 它一分钟的平均负载是多少 然后五分钟内的平均负载是多少 然后十五分钟之内的系统平均负载又是多少 是不是都可以打印出来 然后呢最后 然后再讲 然后再那个打印CPU它的使用情况 比如说第一次采样 这个CPU的空前是百分之百 第二次采样 CPU的空前是百分之九 第三次采样 它CPU的空前是百分之百 能够五次采样之后 获得一个平均值 那平均使用率是多少 是不是百分之一啊 这里面只保有整数 是不是百分之一啊 对 然后最后是获得这个分区的使用率情况 比如说这个服务器的哪个分区 到底使用了多大 我只要获得最高的那个分区 最高的分区的使用情况 因为我如果我获得最高的分区 我因为我这个如果获得了这个分区 它的最高使用率的话 我就可以作为报警 对不对 比如说我的这个 比如说我这个根目录使用了百分之八十了 如果它超过百分之八十五 那我就要定义定义一个报警 报警的罚值 是不是啊 所以是我要获得一个最高的 这个最高的这个 最高的使用率啊 好 然后呢 运行完这个这个程序之后啊 我打印这个这个页面内容啊 所以大家回去之后 你看一下这个这个程序 然后在服务器发布一下 试一下 因为我这服务器是是有一定的保密性的啊 所以说这个暂时不给大家演示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嗯 你可以给我留言 然后我给大家一起帮忙调试都可以啊 好 然后那个这个这个程序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呢 第一个是塞尔程序与PHP程序和联合 这联合执行啊 是通过什么桥梁来建立起来的啊 我刚才说了是不是通过EXEC函数啊 EXEC函数啊 对了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了解PXP 一定要掌握这个PHP的EXEC函数的功能 是干什么的啊 函数功能干什么的啊 函数功能就是说调用 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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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令 对不对 执行执行命令 调用执行的脚本啊 主持的功能 好 然后那个 这 Taiwan nahi 这些课的内容讲完了 然后呢 今天的作业大家需要看一下 今天有三个作业 第一个作业是认真理解 PHP程序与SH 塞尔程序之间是如何调节在一起的 这概念在这个讲义里面已经体验了好几次了 我就不多说了 一定要回去之后多了解 多加深 掌握 好 第二个是 研究PHP函数中除了EXET函数 还有哪些函数可以调整摄像脚本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 这个函数也可以这种脚本 调整这个系统脚本 当然了 他好像EXET函数可能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你需要了解一下他们之间的不同点是什么 将在以后用的时候 到底选择哪一个函数 然后第三个是 第三个也是这样的就是考虑一下 如何对这个三台服务器 进行资源进行监控 因为我们这个案例里面用的是一台 服务器 而且这台服务器 这台资源 这台服务器还是 还同时部署了一个web服务 对不对 你考虑一下 如何对多台服务 对这个多台服务器进行资源监控 有什么样的办法 这个大家回去好像考虑一下 这个可能给 某一台单台服务器的监控 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大家需要想一想 有什么样的办法 好 这就可以讲完了 然后大家有问题的话给我留言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